欢迎收看12月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杨子萱 新闻一开始带你来看到 未来城市Future City 2023首届天下城市治理卓越奖 日前在台北远东香格里拉颁奖 花莲县府已提出建立分级医疗模组 发展长照与医疗对接创新服务模式 获得社会进步优选奖肯定 而最大赢家则是云林县 以两个首奖两个优选 获得2023年卓越城市 天下杂志外来城市首次推出天下城市治理卓越奖 邀请县市提名杰出专案与其他地方政府分享经验 在社会进步主共有70基建报名 历经三个月三轮评审日前公布结果 选出六个优质专案 花莲县府建立分级医疗模组 发展长照与医疗对接创新服务模式 获得社会进步优选奖肯定 由花莲卫生局长朱家祥代为领奖 这个奖项呢 其实我们特别是把SpaLine拿在 每一个专案是合作的团队是公私合余 而且它的对象的目标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SDGS 那它会不是只有说 手掌满意度 而是说它做的专案对这个县市 是有改善问题 然后可以有永续发展的未来 我们希望做一点 媒体尽自己的责任 做一些调整 供补这些真正在做事的团队 被很多人看见 这是最大的特点是我们整个在 医师群里面是以诊所医师为主 那这个就是符合我们一直在推动的 所谓的分级医疗 那我们都知道在整个医疗体系中 有医院端有诊所端 那分级医疗一直是我们在过往的时候 在医疗端要推动的一个目标 希望小病到诊所大病到医院 那因此我们引进这样的概念 让我们这个居家式的家庭医师方案 全部都由诊所医师来完成 那大家都知道花莲本 这就是一个南北非常狭长 东西也非常宽阔的 一个非常大面积土地的一个区域 那人口也比较少 那而且我们的主要花莲的医疗资源 其中在两端 尤其是在北区 在花莲市吉安乡 所以如果真的由医院来承接的话 那他所能够医师到达的覆盖率 就不是很高 但是我们知道 每个乡镇都有诊所医师 那怎么样让诊所医师 能够愿意走出他的诊间 而到我们的这些私人的 这些长者的家里面 去做协助 去做评估 去做照顾 我想这就是我们这个计划 最大的目标 也是我们在推动这件事情中 我想是最大的一个特点 社会进步组评审团 由考试院院长黄龙春担任评审长 随后邀请社会进步奖得奖者担任雨潭 分享专案执行等经验和成果 卫生局长朱家祥表示 花莲实现了另一种因地质疑的长照方式 让医疗服务跨越花莲地理上的限制 卫生局会持续充分落实照顾老大人 展现花莲养老移居城市的软实力 记得讲邦彦台北市报导